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 容育义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和大家分享容育义的演出 分享到1966年的彩色青春 今天由1967年开始 1967年第一部演出是《苦海交易》 飾演《罗妻》 《情斗初开》 《死亡通行症》 《歌舞片》《我爱阿高高》 这一套应该是《萧芳芳》主演的了 接着是《寶珠姐》《花月佳琪》 应该是《寶珠姐》和《吕琪》的这套 六七年还有《遥远的路》 容育义飾演《白嫂》这个角色 接着是《月向那方圆》 六七年还有一套《兔女郎》 《寶珠姐》《寶珠姐》《茗芳》的《与广云珠姐》 孤母,一套小色虎,小色虎应该是宝珠姐的电影 然后是玉女金刚,容玉尔饰演铝合银湖 然后是一套娇妻 六七年还有一套甜甜蜜蜜的姑娘 这套甜甜蜜蜜的姑娘就是科亚、萧芳芳和胡锋做主角 容若依做跳舞院的院长 接着是一套《广播皇后》 然后是一套《情种》 接着是另一套《星火红风,大破火连阵》 容若依飾演《静音师太》 这套《圣火红风》也是《武林圣火令》的续集 由萧芳芳、陈宝珠主演 接着是《玉面女杀星》 容若依做怪婆婆、怪妇人 接着是一套《黄财嫂》 应该是《寶珠姐》 接着是一套《猫眼女郎》 接着是《蒙茶茶的爱情》 接着是一套《住家男人》 接着是1968年 1968年第一套作品就是《所着的新娘》 容若依做这个《雅婆》 接着是《天狼寨》 是武俠剧来的 都是陈宝珠、张青、曾光他们的 接着是一套《如来神掌》 《再显神威》 都是《如来神掌》的续集 这套《如来神掌》 就是《雪梨、曾光他们》做的 然后就是另外一套《如来神掌》 就叫做《如来神掌》 《苏平九派》 都是由雪梨和曾光他们做的 接着是一套《财千金》 接着是68年《青春玫瑰》 《青春玫瑰》之后 有一套武俠剧《怪剑》 接着是另外一套《武林大缺斗》 接着是《红花血剑》 接着是一套《初归媳妇》 《初归媳妇》之后 就是另一套武俠剑 《武林三缝》的《上杂》 接着是一套《瘦身大丈夫》 《西护身大丈夫》之后 一套武俠剑《毒龙刀》 接着是《方世玉三打木人行》 接着是另一套《非龙刀》 《非龙刀》里面《荣玉耳》做《魏大妈》 接着是《欢乐满人家》 《欢乐满人家》 《荣玉耳》做《白人母亲》 接着是1969年 1969年有一套《毒洗》 然后有一套《银刀血剑》 《银刀血剑》之后 有一套《雌雄妙刀》 他就做医生 接着是《成家立室》 他就做这个《恶老婆》 接着有一套《黄三客》 然后1969年 有另一套武俠片《毒碑神理》 接着是《玉女剑》 《玉女剑》也是《寶珠姐》 接着1969年 还有一套《家家》 他就做这个《老太太》 接着是《妈妈要我嫁》 他就做《红丽霞》的《口母》 接着是《龙门金剑》 《龙门金剑》之后 就是《浪子佳人》 接着是《鹅微霸刀》 接着是另一套武俠片《一剑香》 接着是《红灯绿灯》 69年结束后 到1970年 70年有一套《偷心茶》 然后读《蒋镇》《龙门》 他就饰演《郭虚师太》 接着是一套文艺片《昨天》《金天》《明天》 接着是《寿梁》 接着是另一套《荡虎》 接着是一套喜剧《欢乐人生》 接着是另一套《欢乐时光》 70年继续是另一套《飞剑神童》 然后就有一套《杀戒》 《杀戒》之后 另一套叫做《鹅虎新潮》 接着是《金色的霞蛙》 接着是一套《不敢回家的诗》 《妖女》 这套好像是涉家宴 接着是《迷人的爱情》 他就饰演《李莲》这个角色 接着是70年最尾的一套《嫁衣》 这套《嫁衣》就是陈宝珠主演的 接着是1971年有《迷你老爷》 接着是《鬼太监》 接着是《我为你痴迷》 接着是1972年有《桃器公主》 和《拳头枕头》两套 《英照女郎》和《三美挑情》 接着就是1974年 分别有《武衣》、《珠江大风暴》、《天天暴起》、 迷幻娇娃、冬戾和阿福正传 接着到1975年 1975年有横冲直撞小福星和老夫子 另一套陈梦吉破烟粉阵 接着有一套酒吧女郎 接着1975年有一套社女 接着一套烏龙财阿巴 接着1975年就是荣玉依修山之作 就是柳濟祖宗陈梦吉 接着就和大家分享荣玉依在TVB中 曾经演出的电视剧 她在TVB演出的电视剧 其实不是很多 只有几套而已 分别是天作之盒、职业杀手、群星谱、少奶奶的善子、佳奇近、佳、杜金世界、油漆未干 这几套就是荣玉依在TVB中参与演出的剧集 今天和大家分享荣玉依的演艺人生 将分享到这里 亦都全部分享完畢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 如果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大家多多支持 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今天分享荣玉依就分享完畢了 希望你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荣玉依表演的朋友 让他们都知道多些荣玉依的东西 下一集阿Lam就和大家继续分享 另一个演艺人的戏剧人生 今天就说到这里 拜拜 谢谢